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6月3日 经济最具风头的球队绝对是利华古讯 他们在德甲保持不败夺冠 德国杯也有惊无险捧杯 可惜在欧洲联决赛 0比3大败给阿特兰大 无缘三冠王尾业 对比利华古讯 其实黄马并不逊于对手 一和舰队今天凌晨在欧冠联决赛两球完胜多蒙特 夺得队史第15座欧冠联冠军奖杯 这使得他们今季55场正式比赛 录得41胜12和2补 复律仅为3 63%创对史丹赛季新低 黄马收获西班牙超级杯 西甲和欧冠联冠军 同时将在8月中旬与阿特兰大争夺欧超杯 黄马上既只拿到了西班牙杯冠军 对于他们来说已经算是一个失败的赛季 去年夏天从波蒙特高架引进阻敌比宁贤 这一补强再次让银河舰队起杯 经济联赛从一开裂就展现超强的竞争力 以五联胜开局 虽然中途黑马杰罗纳表现让人惊艳 但黄马长期表现稳定 最终利亚巴赛和杰罗纳等球队夺得联赛冠军 经济西甲先中期的时候 黄马也没有浪费时间 他们进行了西班牙超级杯的比赛 准决赛先将同城死敌马体会斩于马下 再在决赛4比1大胜8赛夺得冠军 值得称赞 最难而且最具含金量的冠军 就是欧冠联冠军 欧洲所有球会梦寐以求 夺得该项杯赛冠军 而黄马是这项杯赛的统治者 此前已经14次捧杯 是夺冠次数最多的球队 今届欧冠联 黄马就表露出夺冠的决心 分组赛6战全胜强势晋级淘汰赛 决赛前的三轮淘汰赛对决 最惊险的莫过于半准决赛 对阵未免冠军曼城 黄马最终凭借着2号门将 A路因高阶低档 以及12马大战的出色发挥 银河舰队复仇成功 在温布莱球场踢决赛之前 杜蒙特的马高雷斯 金夏离队 以及黄马的东尼确奥斯 欧国背后退役 都是代表各自球队的最后一战 无论哪支球队获胜 都将会有一个德国人伤心 看点相当足 虽然黄马上半场被压制 只有二角攻门 是金济攻门次数最少的上半场 但安查落地半场休息时 通过更衣式的训话 以及下半场的临场调度 黄马夺回场上主动 最终凭借丹尼卡华基 和云尼斯奥斯祖利亚的入球 两球完胜对手 顺利获得队史第15座欧冠联冠冠军奖杯 至此 黄马将帅也创造了一系列的记录 安查落地执教生涯五次 李西二次 黄马三次夺得欧冠联冠军 比其他任何主帅至少多两次 东尼确奥斯收获黄马生涯第三百胜 为十年黄马生涯 画上一个最完美的句号 拿祖费南迪斯和卢卡摩特利 获得黄马生涯的第26个冠军 成为了黄马队史冠军数最多的球员 土耳其小将艾达古拿成为历史上第一位赢得欧冠联冠军的土耳其人 随着黄马在欧冠联夺冠 他们再次成功经历了一个无与伦比的赛季 而且据闻基利安麦巴比加盟球队仪式已经板上钉钉 银河舰队未来继续傲视军熊 或会成为常态 安博华语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